我覺得他們給你的這種安全感是很重要 你不用怕你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家是使用蠻大的 因為現在的社會代就是 不管是要看一些影片 像Netflix或這種 或者是像因為我是瑞典人 我也希望就是我的小孩可以多看一些瑞典的影片 跟這種 所以我也會就是可能下載很多 或者也是就是從瑞典那邊 就是Streaming 這樣子過來 然後再加上 因為像我一個藝人 然後我也是就是觀眾人物 所以我也是會做一些像直播 然後也有很多的一些加密貨幣 也會就是一種投資 也是在查很多的視訊 所以就是我們家的網路使用真的蠻多 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因為會就是覺得 比如說網路不穩定 或者是斷掉 或者是像我們常常就是在看一些影片 然後可能就是 安東啊 我小孩他在那邊看 然後突然那個畫質會變很差 或者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暫停了 然後他會在那邊 怎麼問了 怎麼辦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然後很生氣 然後就說這個是網路啊 他就是現在斷了 我也沒辦法 然後當然也是就是 比如說如果我在做一些這種加密貨幣的交易 因為那個是時間敏感嘛 所以通常我可能在那邊 可能就是在想 我現在就是要買 然後就突然 網路斷了 然後就 沒辦法 然後還要等好幾分鐘才可以繼續上 然後就那個價值就已經變了 然後就是會 會造成蠻多的困擾啊 或者是像我們在做一些直播啊 然後在可能比如說我在煮飯啊 然後什麼 想教大家就是怎麼做一些瑞典料理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可能也是就是 網路的那個那個畫質會變很差啊 或者是聲音會不見啊 或者是暫停啊 然後我在教大家怎麼做啊 他們就沒有看到啊 然後會一直在那邊問啊 就是會會造成蠻多的困擾 我選擇Hine光時代的網路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很穩定 那因為我之前有過很多的網路啊 然後他們真的會不定時的真的就是 就是斷掉啊 或者是就是停了什麼的 因為光時代的客服啊 他們就是真的24小時 然後你半夜都是有問題啊 都可以打給他們 他們會幫你處理 所以這個很棒 然後再加上因為像我小孩啊 他現在就是越來越大嘛 他想要用電腦 那因為小孩用電腦 可能會就是遇到一些 他們不該看的東西 但是Hine光時代他們就是有一個 資安服務 那這個資安服務就是可以讓你們 就是小孩不會不小心看到一些色情網站啊 或一些可能比較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 那這個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這樣子你就可以安心的就是 把電腦交給小孩啊 然後他們可以在那邊就是用啊 我覺得他們給你的這種安全感是 就是很重要啊 因為這樣子就你不用怕 你會遇到一些問題啊 隨時他們都會來幫你服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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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